由于我们这个各项交易和事项的 这个层面上的认定呢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 我们就把 该各个认定 他可能的审计程序给大家列了一下 第一个像我们说的发生认定 我们就什么呀 从头往后查 我们从什么呀 报表查到账 查到原始凭证 那完整性的倒过来 从原始凭证查到账 查到报表 准确性呢 就是比如说检查啦 重新计算啦 那截指呢 我们说了截指测试 分类呢 就是进行一个检查相关的这个文件记录 这个是我们可能会要做的 审计程序 那我们第二个 类别的这个认定是什么呀 期末账户余额相关的认定 跟期末账户余额相关的 那与前面我们所说的啊 会计期间啊 他的各类啊 账户和交易的相比呢 我们的期末账户余额 它是什么样 静态的十点的这样的认定啊 静态和十点上的认定 我们看第一个认定 是什么存在认定 它是认为记录的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因为你是账户 期末账户余额吧 一般都说到 涉及到这个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我们是记录的资产和负债 所有者权益 它是什么样 是存在的 那我们的目标呢 是确认记录的金额确实存在 确认记录的金额确实存在 那你比如说 你财务报表上记了这个金额 那你比如说是 银行存款 那你就从财务报表上往前倒吧 你查他的记账凭证 查他的原始凭证 这个就是相应的审计程序了 然后呢是权利和义务 就是已记录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 他的资产呢 我们要确定他是被审计单位拥有 或者是控制 我们记录的负债是被审计单位 应当履行的偿还义务 那我们的审计目标呢 就是确认我们的资产是归属于被审计单位 负债是属于被审计单位的义务 你比如说你的这个资产负债表上 写着呢 你的公司啊 有一套房子 是不是 那我怎么查呀 你把房产证拿出来呗 看上面写的是谁名 写的是你的 那你确定你的认定 问认定没有问题 写的是你老婆的 那就不是你的 对不对 你的认定就是有问题的 那期末账户预额的第三个认定 啊完整性认定啊 所有记录的资产负债所有权益均已记录 那我们目标呢 就是确认已存在的金额啊 已经记录啊 已经记录 那最后一个就是计价和分摊 资产负债表和所有权益呢 以恰当的金额包括在了资产负债表中 那与之相关的计价和分摊调整 已经恰当的记录 那我们审计啊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呀 看看你这个计价和分摊 这项认定啊 是不是准确的 我的目标是看你的资产负债所有权益 是否以恰当金额包含在了这个资产负债表中啊 与之相关的计价和分摊调整啊 也已经恰当的记录啊 也已经恰当的记录 那这个呢就是计价和分摊的认定 那我们最后一个层面的认定呢 就是与猎豹和披露相关的认定啊 首先看第一个 猎豹和披露相关认定呢 他就把这个发声和权利义务放在一起了啊 他也就说 我披露的交易事项和其他情况已经发生 而且是与这个被审计单位有关的啊 那我们审计的目标呢 是我要确认你发生的这个交易事项啊 或与被审计单位有关的交易事项 已经包括在了这个财务报表中啊 已经包括在了财务报表中 完整性呢 就是所有应当包括在财务报表中的披露 均已经包括 那我们的审计目标就是 我要确认是不是应当披露的事项 均已经包括在了财务报表中 就像我们的这个货有事项啊 是不是已经包括在了财务报表中啊 你就要去看啊 你就要看 你要去看 这个是与这个完整性认定相关的 下一个是分类和可理解性 那财务报表信息已被恰当的列报和描述 而且描述内容表述清楚 那我们审计的目标就是看 我的财务信息已经被恰当的列报和描述 而且呢 披露的内容是表述清楚 这里面呢 给大家提一点的就是 我们的财务报表已经很厚了啊 你的付诸也很多 你的披露也很多 有一些信息呢 其实是啊 我们的这个管理层 他不想披露 但是呢 你按照规定 你又不得不披露 所以他有一种办法 就是什么样 我前面啰啰嗦嗦说一大堆 绕的你云里屋里看不清楚 然后我把要披露的用几个字 哎 一说后面又啰啰嗦嗦说一大堆 就他藏在里面 或者要不就是 他就是绕来绕去 就是含含糊糊糊的这样的表达 所以你审计时就有责任是什么样 让他财务信息 要被恰当的列报和描述 并且什么样 要表述清楚啊 表述清楚 那列报和披露里最后一个认定 就是准确性和计价 那准确性肯定是说 我的这个财务信息和其他信息 已经公允的披露 那你的金额要恰当 那我们审计的目标呢 就是财务信息和其他信息已经公允披露 而且要保证我们的金额是恰当的 那我们金额是恰当的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啊 我们的三个层次的 三个层面的认定 以及与他们相对应的这个审计目标 我们还介绍了相应的审计程序有哪些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认定的练习 大家回去呢 也要多做一些这个认定方面的练习啊 因为我们说了这个认定这一块的内容呢 非常的重要啊 他可能不一定会说给你出一个选择题 他可能会在这个简答题里面呢 设计一部分呢 而且呢 对于这个认定的判断啊 也是非常有可能出错的地方啊 这样的一个知识点 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这个东西啊 我们看第一个练习 假公司将08年的主营业务收入 列入了09年的财务报表 那么针对08年财务报表存在错误的认定是什么呀 哪项认定错误啊 他08年的收入 他没放在08年 他放在了哪啊 09年 那首先呢 那首先呢 你就要确定啊 这个认定是哪个层面的 是这个 各项事项和交易啊 还是说你的属于你的这个期末余额呀 还是说属于你的列宝和披露啊 我们看啊 你的主营业务收入 也就是说什么呀 他是什么呀 各类交易和事项的 各类交易和事项的 那我们看 他把这个收入什么呀 放到了08年 那你是不是把这个 对于这个08年的财务报表来说 你08年的收入 你放到09年去了 那你是不是把这个08年的收入给隐藏了 是不是啊 是不是该把这个08年的收入给隐藏了 那你隐藏了交易是什么呀 是不是把我的这个收入给低估了 那应该选什么呀 完整性啊 应该选什么 完整性 完整性就是什么呀 隐藏交易低估啊 那如果说我们把题换一下 针对09年度财务报表存在的错误认定是什么 对于09年度来说 你08年的收入啊 进入了我09年 那这一个收入主营业务收入 是不是我09年的 不是 那这个收入被怎么样了 收入被虚构的 他不属于我09年 但记入了我09年 那被虚构的 是不是你这个收入就被高估了呀 对不对 那我们应该是哪个认定了 就应该是发生认定 发生认定 这个大家 不要说你光记 换一个角度 你就不知道该选哪个了 这样不行 我们看第二个题 下列各项中属于期末账户余额相关完整性认定的是 我们首先看他属于哪个层面的认定啊 期末账户余额 是不是什么呀 是不是与各类事项交易是那个吗 不对啊 是什么呀 期末账户余额相关的认定啊 期末账户余额相关的认定 我们看第一个资产负债表所列的存货均存在并可使用 啊 资产负债表所列的存货均存在并可使用 那这个是不是啊 它是期末账户余额吗 啊 是期末账户余额 但它是完整性吗 它是存在并可供使用 那这个就不是完整性的认定啊 我们看第二个 所有应当记录的存货均已记录 啊 这个就应该完整性吧 该记的都记了 我没有漏记 对不对 那这就是完整性认定 我们看第三个 当期的全部销售交易 以登记入账 那这个看着也像完整性认定 但是我们不要忘了 我们让你选的是期末账户余额的认定 你第三个销售交易是吗 不是 它是各类交易和事项的认定 啊 所以C不对 第四个 期末已按成本于可变线净值赎低的原则 既提了存货 低价准备 那这个是不是啊 这个应该不属于完整性认定啊 它属于这个 计价 那个方面的认定 所以我们这道题应该是选第二个啊 选第二个 那我们这一章 这一节的内容呢 其实呢 它主要啊 告诉了我们啊 认定 以及就是说根据认定 你设计的神经目标 那认定是分三个层面的 大家在做题的时候呢 首先你必须要回判断说 我这个认定是属于哪一个层次的认定 然后你再去找啊 然后你再去找 那认定呢 一直都是我们所说的 一方面呢 是我们审计的基础 另一方面呢 它也是我们的重点 所以大家在学习的过程中 一定要把握认定和这个具体的这个审计目标 谢谢